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难怪俱乐部这么有信心,能够拿下这一赛季的第一位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在前几天对战上海上岗的时候,恒大队是输掉比赛 如今已经是以积分45分和北京国安并列排名第二,所以是有点危险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球员的状态问题,其中一人在最近,是被誉为于南球员,这一位并不是其他人,而就是年薪2500万的前锋高林,可能很多人都发现,不管是在国家队的友谊赛中,还是回到中超联赛,高林是频频出现不在状态的问题,特别是在天王山之战中, 竟然是空门打飞机加单打不进,还有是飞产染黄,等多个尴尬的镜头,所以是因为高林已经累计四张黄牌,将会缺证下轮广州恒大客场挑战江苏苏宁的比赛 对于这个问题恒大队确实应该值得关注,值得一说的是,这位首发虎将在上个月,已经是被评为莫美领奖金的第一人 对于这个问题恒大队确实应该值得关注,值得关注,值得关注,值得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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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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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